汉朝最后打败了匈奴 能说明汉军比匈奴远征作战能力更强吗 当然不是 肯定还是匈奴 第一 他们背上几十斤风干牛肉 能吃两三个月 而我们背的是磨磨 现在内蒙古就有类似风干牛肉 就叫做行军粮 第二 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 推行速度更快 我们有骑兵 但是还是以步兵为主 步兵远征距离受限于后勤供应链的安全程度 距离越远 供应链越脆弱 风险性越高 一旦被切断了供应链 就等于被刺传的大动脉 饿就饿死了 这就是为什么 卫青或继病 喜欢长途奔袭 搞闪电战的缘故 少量的骑兵 速去速回 使用零后勤的作战方式 远征的需要的是作战空间站 比如海上的岛屿 航空母舰什么的 都是空间站的作用 过去我们巡逻南海 需要从海南起飞 飞过去1000多公里 飞后来又是1000多公里 超出了我们的战斗机续航里程 当我们有了三沙射击航空母舰之后 那我们就具有了控制整个南海的能力 美国为什么是全球霸主 因为他们的作战空间呈网状遍布全球 无论打击谁都是近距离攻击 后勤有保障 所以说论远征作战能量 那么还是匈奴人更强 那么最后虽然汉军打败了匈奴 那是因为我们的综合国力远胜于他 关注我带你领略不一样的历史格局